175 縣道上遠處傳來鎮鎮香氣 咖啡與花香交織出浪漫風光 形成台南東山咖啡公路上獨特的景致 放眼整個世界 身為咖啡的生產國 又是咖啡的品嘗大國 像台灣這樣國家是很少有的 所以如果來台南喝咖啡的話 我覺得可以把整個台南的範圍 都視為你旅途的目的之一 來到175縣道上喝咖啡 喝的不僅是精品 更濃縮了台南山縣最精華的風景 日季時代之家的我恕眾 咖啡的也有這種 早期咖啡的那時候就覺得要酷酷 這不可能沒有什麼經濟 財大那時候就沒有去把它處理 經過一段時間一段時間 做到現在三小半都出來 用咖啡的作物就開始走 一般種植咖啡豆都追求高海拔 只要照料良好就能種出 酸質高風味加的果實 但東山咖啡以日漸精進的後製技術 打破海拔尼斯 讓咖啡帶有果香及厚實度 更在美國咖啡品質鑑定學會 精品級認證屢獲高分 咖啡要怎麼看好跟賣 第一就是說 當然要平 你知道有咖啡 喝起來就是有果香有果甜有果酸 如果有感覺喝起來很舒服的味道就很好 好咖啡除了種植環境更講究後製的品質 東山咖啡在台南市農業局 以及東山區農會的協助下 引進日本製光選機 每小時篩選800公斤以上的生豆 可以大幅降低生豆的裂豆率 希望藉由智慧農業科技減省人力 讓東山咖啡更上一層樓 把瑕疵豆挑掉 把我們影響風味的不好的因子 把它拿掉 那我們的品質就往上提升 咖啡丹要把那些麥茶撿掉 我們可以慢慢撿 我們也可以讓機械去撿 不過機械去撿叫手撿有什麼不同 機械去撿是很快的 我們用機械去撿就表示說 我們可以省很多時間 我們省的時間可能十倍以上 我們用那個時間後 我們省的時間來 我們去做百種的栽培管理 或者是一些品種篩選 或者做一些 優惠管理 比提升品質的時候 可以擁有的 品質優異的東山咖啡 經過咖啡師的獨家手藝 也在175縣道上 散發出風味各異的香氣 這些坐落在山間的咖啡館 吸引著擁有不同情懷的顧客 就是像仙主他們比較越觀光的 被自已生長的花草圍繞的大廚花間 這裡的一磚一瓦都是農場主人郭亞蔥親手搭建 20多年前他帶著七嫂舉家南遷 從台北的初百業來到深山拓荒 從此展開與咖啡密不可分的緣分 我記得會碰上咖啡是這樣子 那時候我們後山那邊早期有人種過咖啡 然後我看咖啡樹 結了是白色的花 然後又是紅色的果實很漂亮 然後我就把它拿來當綠梨 這麼一綠梨一做 等它有果實的時候 我們就採下來試試看 又覺得風味還不錯 那時候讓我萌生說 咖啡應該也是一條路 然後我就一頭栽進去 一栽入咖啡世界便無法自拔的郭亞蔥 從一開始的門外漢 拿出過去在出版業 孜孜不倦的精神 從有機種植到烘焙技術 郭亞蔥不假手他人 最終努力開花結果 在2018年 參加CQI國際權威精品級認證 獲得87.33的高分 寫下台灣新紀錄 從咖啡門外漢到國際精品 這條路走了20年 儘管大廚花間已經成為175縣道上 最知名的咖啡店之一 但郭亞蔥從未改變初衷 我在台北是從事出版業 我在出版裡頭很長的時間 我希望出好書做好事 把所有美好的東西呈現給我們的讀者 給我們的客人 所以我秉持這樣的理念來到這邊 我一樣 譬如說我做到咖啡 我把咖啡最好的部分呈現給我們的消費者 所以我們得到很大的肯定就在這裡了 走過一家子的東山咖啡 正展露耀眼光芒 用在地的風情水土 開創屬於自己的生命之光 我在做廣告 OMG 插海 我新聞 我們不想報道 我們不想報道 抽寸 要不要